日澳时隔15年前新安全宣言 全面强化军事 情报 网络 太空等领域合作 澳美称这份文件更具野心 从准同盟到真同盟 打造亚太版的小北约 3.6万人 30艘舰艇 270架飞机 日本防卫省宣布 将与美军进行大规模联合演习 澳大利亚也将参加 有人说这是新的午夜联盟 我觉得是已经到了 一个大国博弈 起居在海 俄美防长三天内两度通话 美媚称俄乌冲突 正耗尽欧洲武器库 欧洲国家在被切入骨头 在美国的要挟之下 很多西方国家 正在被迫进行自杀式的授身 美国现在已经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现在开始收缩 那么牺牲掉乌克兰 牺牲掉欧洲其他国家的利益 那么掉个头来 在亚太地区搅击 美军刚宣布要在中东 部署百艘无人舰艇 伊朗海军就宣称俘获两艘 有美国无人舰艇 鹅板星链计划正式启动 是否能破解美国的 太空情报布局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今日日澳两国领导人 时隔15年 再次签署新的安全宣言 日澳两国的防务关系 或将出现重大升级 具体内容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当地时间10月22号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举行会谈 并在时隔15年之后 发表了两国新的 共同安全宣言 该宣言将成为 未来10年 日澳安保防卫合作的指南 除了全面强化 在军事 情报 网络 太空等领域合作外 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国防军 还将赴对方国家 进行共同训练 这是日澳几年初签署 互惠准入协定后 两国准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升级 美联社称 这是日本与除美国之外的 第一个国家签署类似宣言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 在报道中称 这份新的宣言更具野心 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声称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 向我们的战略联盟地区 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日首相岸田文雄称 这是对日益严峻的 战略环境的回应 而多家日本媒体在报道时则声称 日澳此举是要针对中国 当地时间10月21号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宣布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 将于下月举行 力舰大规模联合演习 据日方发布的消息 届时日美两国将出动 共36000人 其中日本自卫队2.6万人 美军1万人 还有30艘舰船和270架飞机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英国的 4艘舰船和3架飞机也将参加 另据日媒报道 美军当地时间10月23号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 路尔岛县陆屋基地 举行了MQ-9无人侦察机队的 成立仪式 那么日澳时隔15年 签署的这份新安全宣言 预示着什么动向 日澳防务关系急速升级 会对地区安全有何影响呢 防务型观察马上解读 好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两位的观察 我们看到日澳两国的领导人 时隔15年再次签署了 这个新的安全宣言 那这次澳媒直言说是 这份新的宣言更具野心 那二位觉得这其中 有着怎样的野心呢 杜先生 从准同盟到真同盟 打造亚太版的小北约 滕先生 各区所惜各有自己的目的 好 杜先生请 15年之后新的宣言 捆绑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 军事关系 双方在各方面的合作 正在逐渐深入 像之前只是嘴上的同盟关系 那这次把同盟关系 落实到实处 双方无论是作战训练演习 对方设施的使用 都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同盟关系 这样无论是联合作战 但联合训练 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关系 将会更加解密 而且在美国的主导之下 所谓印太地区的南保 北毛之间的军事关系 将会达到联合作战程度 如果按照目前美国 在印太地区的部署关系 美日印澳如果再加上目前 日澳之间的这种新的宣言的决定 说明双方的作战关系 情报关系 保障关系正在全面进步 如果把这个联盟关系进行放大 再把五眼联盟的要素纳入其中 也说明印太版的小北约正在成立 双方今后如果在周边 组成多个黑三角 多个独四边 这样联合作战能力 包括各方面的军人合作能力 将会达到新高度 董先生您的观察 从日本和澳大利亚来说的话 他也明显看到了 当前亚太地区的局势变化 因为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 他现在正在调整 在这个地区 要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兵力部署 或者是这种同盟结构 对澳大利亚来说的话 他一直认为呢 是在亚太地区 跟美国走得最近的一个盟友 那么美国呢也非常的 看重澳大利亚的当前形象 它在亚太地区所发挥的 桥头堡的前进基地的这个作用 那么从日本角度来说的话 之前其实日本的方方面面 包括它的防务政策 包括跟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 它是受制于美国的 美国让它走到哪里 它才能走到哪里 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完全放开了 那么它有加强 跟澳大利亚的合作 我觉得两方面 一方面呢就是要把自己的军事力量 投射到亚太的各个角落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商业利益的考虑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 日本最近这么多年 也一直希望能够突破 在一个国际军品市场上的限制 那么解除这限制之后呢 之前特别2016年之前 它还跟澳大利亚谈了 包括澳大利亚出口 仓龙级潜艇的事儿 但最后呢 这个丹被法国撬走了 现在又被美国和英国撬走了 但不管怎么说 它要往外拓展它的军品市场 就打的这种的一个军事合作的旗号 所以从澳大利亚和日本来说的话 各有所需 各有自己的目的 筹准了当前亚太地区 有关大国之间 正在进行竞争的这样一个契机 那么不断地往前推 那请教杜先生 具体来分析的话 日澳这次会在哪些军事防务领域 出现重大升级 那会对地区局势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按照这份宣言所明确的一些基本规定 加上之前各类协议的基本内容 有这样几个变化值得关注 首先情报合作 那今后双方 在不同作战空间内的情报 有可能会实现高度共享 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的相关情报 有可能还会实现 美日澳的联合共享 第二呢就是高端合作将进一步上升 它特别提到了网络 包括天机的合作 如果在这个高端领域有合作 中国说明它的军事关系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作战能力 和传统作战空间的合作 要抢占合作的制高点 另外呢要实现设施和基地的共享 按照之前的互惠准入协定 这次的宣言叫具体化聚焦化 如果把之前使用对方的基地港口 包括其他设施作为核心 而且向前逐步推进 那么双方作战部队这种交换关系 包括互相利用对方设施的距离便利 将会达到一个新高度 总之呢这次所谓新鲜言的签订 对整个地区会带来极端负面的影响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通过日本向南 澳大利亚向北 在中间相互衔接 美国呢在中间进行各种 所谓的这种指导和协调 所以目前看呢 通过这个独三角关系的建立 让美国在周边 大国竞争能力 将会有比较大的基本国发展 同时日本澳大利亚 也可以踩破红线 突破红线 把远程攻击 或者是攻击对方境内目标 作为武器装备和军事能力重点 所以两个国家 这个独流的放大 让整个地区范围内安全形势 将会发生重大不确定性的变化 那请教滕先生 我们还关注到日本方面宣布说 下个月将与美军举行 这个力舰二三联合军事演习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呢 这次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英国 也会参与其中 您觉得这个组合是想干什么 有人说这是新的五眼联盟 我觉得是语定道理 因为我们知道五眼联盟 是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 以美国主导的 主要是共享情报的 这样一个组织 或者是一个同盟结构 那现在来说的话 把新西兰剔出来 加上日本 其实跟当前的 大国的战略竞争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 你看一下这几个国家 都是海洋国家 而且安格鲁萨克逊 至少有三个国家 像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它本来就是一个 三边机制的这样一个组织 那么再套到 这样一个五边的合作机制当中 它主要是在海上加钱联合 包括我们这次看到 至少有三十多艘舰艇出动 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演习 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大国博弈 齐举在海 就是未来的话 在亚太地区 如果说大国展开 特别在安全层面上有合作 或者有竞争的话 那它可能就在海上 那么在海上来说的话 美国它就在把所有的 它认为能够拉过来的海洋国家 都拉过来 你像之前 它不单单是这五国家 还有德国 法国的舰艇 也跑到这边来 其实它背后蕴含着 美国主导的在亚太地区 进行大国博弈 特别在海上博弈的 这样一个推演 就是我们讲的 大国博弈齐局在海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局势 本周俄美两国防长三天之内 两次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当地时间10月23号 俄罗斯国防部称 俄国防部长邵一谷 当天再次与美国国防部长 奥斯汀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 此前俄美两国防长 在21号进行了通话 美国星条起报 10月22号承认 当前整个欧洲也都出现 武器库存短缺的情况 这使得欧洲国家面临艰难选择 是继续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库存 还是为保护自己的家园 而保留剩余的武器 美联社报道称 欧洲武器装备短缺原因之一 与美国有关 报道说 当挪威习惯使用 美国的F-16和F-35战斗机 而不是瑞典制造的 英师战斗机时 欧洲的国防工业能力 已经受到实质性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 10月中旬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会议上 敦促北约成员国深入挖掘 并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能力 这让欧洲感到压力 报道称 一些欧洲国家 可能无法如美国所想的那样 深入挖掘军备潜力 他们基本上减掉了脂肪 现在正在切入骨头 另一据法新社报道 冬天的临近 将把更艰苦的条件 带到俄乌冲突局势中 包括厚重的泥浆 大雪和刺骨的严寒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上周在布鲁塞尔 谈及俄乌局势时对记者说 冬季总是给战斗构成挑战 目前美国 加拿大 瑞典 芬兰 均承诺向乌军提供武器和东装 德国也表态支持 但据德国明镜周刊说 要找到足够的保温面料并非易事 何况在能源危机愈演愈烈 取暖温度越调越低的当下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M777榴弹炮 虽然性能出众 但也非常娇气 寒冷天气将是他的使用大敌 那么俄美防长三天内两通电话 预示着什么 冬天一来 俄乌冲突局势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好 那请教滕先生 我们关注到俄美两国的防长 是三天之内两次通电话 是什么紧迫的问题 让他们频繁地拿起电话呢 那这一轮通话之后 是否会给当前的这个俄乌冲突 带来转机呢 我觉得会对俄乌冲突带来一定的转机 从现在来看的话 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了 那么这八个月当中 其实美国做了很多局 不光是在战场上 给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给俄军带来的巨大的创伤 那么从整个一个地缘政治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在欧洲的兵力部署 基本到位 那么同时在商业力方面呢 因为美国不断加息 你看大量的美元 从欧洲现在回流到美国 所以从商业力来看的话 美国也基本上达到了 它的一个所求 大量的收割欧洲的韭菜 同时北溪书气管道的被摧毁 那么它对于欧洲的能源市场 美国又回来 所以不管从地缘政治考来 从商业力考来说的话 美国现在已经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现在开始收兵或者收缩 那么牺牲掉乌克兰 牺牲掉欧洲其他国家的利益 那么调个头来 在亚太地区搅局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么看到了乌克兰战场上的形势变化 你不要说随着冬天的来临 乌克兰地区的地面的硬化 它可以进行大动身的作战 在这种背景下的话 俄欧冲突 这个未来的这个趋势 我相信美国是非常清楚的 这样的话 它现在既然在这个战略层面 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加强对欧洲的控制 那么在战场上 它要看打不赢的话 它宁可牺牲掉乌克兰 牺牲掉欧洲国家 那么倒个头来 把它的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的国防部长 其实进行一系列的沟通 既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 另外还有战场未来的演变的需求 所以双方我觉得 可能会放慢 相互之间的这种对立 那么对于乌克兰的冲突 乌克兰战场的局势 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那讨论到冬季这个因素的话 我们看到俄媒近日报道说 美国提供的这个M777榴弹炮 很娇气 寒冷的天气是它的大敌 那如果说冬季 会给这些装备带来影响的话 那是否也会给当前的局势 是带来一定的变化呢 严寒的到来 都是双方或多方共同的敌人 如果到了严寒冬季 那么各种武器装备的效能 都会出现明显下降 像坦克不战车 包括其他的装甲车辆 它的发动机效率会降低 这样的耗油 包括其他的作战消耗 将会进一步增加 像美国西方提供的 精密武器装备 在恶劣的条件下 无论是它的精密仪器 包括各种维护和保障 也面临重大问题 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 充实着五花八门的 稀释武器装备 就像美国的M777 包括德国的PZH-2000 英国的AS-90 像这些武器装备 如果在恶劣条件下作战 能得几分 现在都是大问号 另外像海马斯 经常是在一些 正常状态下使用 如果在极端条件下使用 它的光标系统 火控系统 包括各种精确大药 能否正常发挥作用 也是大问题 所以到了冬季 双方的作战的不确定性 将会出现重大变化 因为历史上 这些都重演过 南普伦58万大军 号称60万 也是在莫斯科 进行了大范围 长时间作战行动 但是搬整伤寒 严寒 再加上库兹涅佐夫将军的 反攻行动 也让58万大军 最后以3万的 所谓剩余兵力 仓皇撤退 所以严寒对于双方的影响 对于整个战场的影响 特别是西式武器 专门的影响 都同样存在 那请教杜先生 我们关注到近日 有美媒报道说 当前整个欧洲 都在面临着武器短缺 那么有很多的欧洲国家 已经减掉了脂肪 正在被切入骨头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方面 还在不断地要求 要深入地挖掘军备潜力 那您觉得当前 这些正在被切入骨头的 这些国家 究竟会出现怎样的危险 在美国的要挟之下 很多西方国家 正在被迫进行 自杀式的授身 把自己大量的 常规武器装备 向乌克兰提供 至少造成两种后果 首先是常规军备能力 有可能会崩溃 比如像挪威 索罗尼亚 包括捷克 从自行火炮 到坦克 到多管火 储备的指标 已经下降了30%到45% 这样自己的常规作战能力 会面临重大影响 但是美国认为 这些国家 常规作战能力的崩溃 为美国 包括北约部队的联合进入 提供了企举 第二是美国将会 在欧洲地区 赢得巨大的商机 你既然这些国家 常规武器装备 特别是陆上 主战武器装备大量消耗 这个状态下 美国武器装备 向这些国家的输入 有可能会成为大势所趋 一旦拿到了美国武器装备 那么对这些国家的捆绑效应 将会进入提高 所以武器装备 如果从技术上姓美 从后勤保障 包括技术保障上 依赖美国 这样美国在欧洲地区的存在 将会达到冷战之后最高状态 与此同时 俄罗斯启动了 俄版的星链计划 我们来看短片 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 莫斯科时间22号 22时57分 联盟2.1B运载火箭 从俄东方航天发射场升空 将球体项目首颗卫星 斯基泰人D 和三颗信使M卫星 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俄媒称 球体卫星星座 由超过600颗卫星组成 它的功能与美国的星链 和英国一网互联网卫星星座类似 但性能更加强大 另一方面 美国正在中东地区 进行新型无人舰艇计划 美国第五舰队司令 海军中将布拉德库珀 本月中旬表示 美国及其盟国 在明年夏天结束之前 将组建一支 由100艘无人水面舰艇 组成的部队 在鸿海到波斯湾的水域巡逻 然而 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海军司令21号表示 伊朗海军在鸿海地区 俘获了两艘美军无人艇 随后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 立即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有关伊朗俘获两艘 美国海军无人水面舰艇的报道 完全不实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称 美国第五舰队 继续按照国际法 在中东地区运作其系统 没有中断 那么鹅板星链计划 是否会与美国星链一较高下 随着美国即将在中东部署 100艘无人舰艇 美伊是否会上演一场 捕获无人艇的猫鼠游戏呢 防武型观察正在播出 首先请教两位的观察 我们关注到这个星链 在俄乌冲突中 其实是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如今呢 这个鹅板的星链计划 也开始启动了 那未来能否打破 西方的这个情报压制呢 杜先生 鹅板的星链标志着 俄罗斯和西方 即将在空间战场展开博弈 鹅板的天链目前规模相对较小 只有600颗卫星 而且600颗卫星 由于经济包括发射能力限制 能否如期部署都是大量问号 但目前美国星链系统 离目标越来越近 350、555、1150 三个轨道 如果有大量的美国卫星存在 美国终极目标是4.2万颗 如果这些卫星在轨道上 高密度部署 其他国家航天器 要想穿越美国的卫星墓 将会面临比较大的问题 欧洲很多国家卫星 都主动规避星链卫星的撞击 所以目前看呢 如果俄罗斯也把自己的球体 卫星系统进行载轨 进行补充 也说明呢 双方在不同轨道上 有可能会展开新的争夺 而且据俄罗斯所巴附的消息 在部分轨道上 双方是重叠的 如果采取同轨攻击 共轨攻击 这样地球轨道上 卫星对卫星的这种 所谓天战将会逐渐出现 因为俄罗斯数量比较少 如果加装电子脉冲 激光 包括其他新概念武器装备 让美国星链卫星失效 也是一种作战手段 即使是局部性的破坏 也能够在一定条件下 让整个卫星功能 在某一个区域暂时失效 所以从陆地到海洋 双方的竞争关系 现在突然提升了海拔高度 在地球轨道上 如果有美俄新一轮的天机竞赛 将会让整个俄乌冲突 从目前的地面外溢 向天机外溢进行展开 董先生 从这种用途来说的话 它肩负的任务就不一样 但是星链在俄乌冲突当中 表现出极大的这种优势 包括实时通信定位 甚至相互之间的联系 都靠星链来完成 所以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 它现在不得也为之 也在发展 包括它自己天链 它更多是一种军事方面用途 更多包括制导 包括通信 从而保证 它在地面作战的能力 得以有效地发挥 所以现在这种外太空的竞争 已经向我们走来 而且已经用到了战场上 那请教滕先生 我们还关注到美军计划 在明年夏天 在中东地区部署 100艘无人舰艇 那您觉得伊朗会如何应对呢 这种部署来说的话 不光是美国一家派出无人舰艇 还有北约成员国的一些国家 也要派出无人舰艇 在波斯湾地区进行这种展示 我觉得两方面 一方面就展示出 现在有关国家 中央多海上无人战场的努力方向 因为在今年环太平洋 联合军事演习当中 美军专门设置了一个 无人舰艇的作战科目 而且派出的舰艇来说 它有两方面的任务 第一个就是要侦查监视 长时间的在这边活动 第二方面就可以随行打击任务 可以从无人舰艇上发射 包括导弹在内的这些系统 它的优势主要是 可以在海上长期的飘 因为它不需要有保障 生命的一些系统 比方说吃喝拉大碎的系统 它不需要 它只要给足了油料 再加上现在这种遥控技术 包括刚才讲 新来卫星指挥控制系统的 不断的成熟 虚拟技术的不断成熟 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地区 进行长航式的行业 所以它这个飞效比来说的话 是非常的高 第二个呢 它可以长期的 甚至悄悄抵近有关国家 你不要说如果说 这些作战舰艇 部署了中短程导弹的话 它可以对陆上不要进行打击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它不单要增夺大洋的主导权 它还要增夺潜水区 就是沿海地区的控制权 这是它整个一个 控制海洋的主要目的 那请教杜先生 您觉得未来在中东地区 是否会上演一场 捕获无人艇的 这样的一场猫术游戏呢 在中东有可能会克隆 捕获无人机的猫术游戏 实际上美国在中东 无人艇无人机的部署 在给伊朗送礼 像之前 伊朗击落过美国的全球鹰 俘获过美国的MQ-9 抓住过美国的IQ-170 所以你现在看 伊朗的各版无人机 美国的外形 包括美国的技术原理非常清晰 而即使像俄罗斯出口的 这种见证者136无人机 也有以色列 哈比无人机的这种特征 也说明呢 如果无人艇 今后在波斯湾带来出现 通过伊朗的捕获 通过伊朗的透视 通过伊朗的捕捉 这样呢 对美国水下作战技术 这种仿制 包括克隆 以及逆向工程 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状态 因为现在美国的无人艇 不具备作战功能 只具备监视功能 你包括海上猎人 包括其他的潜航器 都是情报收集 如果这些功能 被伊朗同步掌握 那么今后如果按照目前 伊朗的逆向工程 仿制出 或者是通过伊朗的加改装 改造出符合伊朗 作战需求的水下装备 那么伊朗今后 在无人作战装备 将会出现重大跃升与发展 猫鼠游戏最大获益的 有可能是伊朗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